各位錶迷,你們好 我本身在頻道介紹的錶,通常都是瑞士和德國手錶 我已經很久沒試過買日本手錶 例如SEIKO,CITIZEN,我都很久沒買過 其實我都買過保勞華手錶,但當時還是瑞士製,不是UnderCITIZEN 經過這麼多年沒買過日本手錶 但這次我真的覺得可能要入手 為甚麼呢? 看到這隻是SEIKO 5的手錶 相信有很多錶迷比我更熟悉SEIKO的手錶 SEIKO 5也是它比較進行的手錶 當然現在SEIKO和Grand SEIKO已經分拆得很明顯 Grand SEIKO主打高端一點的手錶 可以跟瑞士其他很出名的品牌比拼 SEIKO走平價的路線 本來我也不會買SEIKO 5 但當它推出這個系列 就是SEIKO和Street Fighter的Crossover 我就立即感到很有興趣 因為我相信很多錶迷 其實小時候都應該比Street Fighter 5 所以一聽到這個消息 就真的很想看一看它入手 所以我也想上去Youtube 看看其他頻道 或者外國朋友有沒有買過那隻錶 或者說過那隻錶 它推出的時候有六個款式 我看看是否記得 這隻是Viu的手錶 還有Ken 還有春麗 還有軍佬 還有蘇聯佬 還有哪隻 讓我想想一下 Blanca 是清朗的 有六款 但我覺得 其實六款都各有特色 因為它都把角色的設定 角色的特徵都放在錶上 例如舉個例子 軍佬是迷彩 很合理 例如春麗穿藍色衣服 那錶也是藍色的 如此類推 但我覺得如果真正是錶 是平時可以戴出來 不像一隻玩具錶 不會吸引太多 無謂的注意 那我就覺得這隻 Ryu的手錶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我真的覺得 甚至你上班 穿西裝 衣服 其實都可能可以的 即是比較隨便的 所以我最終 都是選擇了這一款 而不是剛才說那些 軍佬 蘇聯佬 那些 那些 又青 又金 又迷彩 很難搞 其實我真的覺得最漂亮 就是這隻 和春麗那隻 我自己覺得 但春麗始終是一個 女的角色 我覺得 始終過不了自己心理關口 戴那個女角色的手錶 例如說 假設穿衣服 我也是穿Superman 也不會穿Wonder Woman 對吧 所以 最終是選擇了這隻錶 那我就覺得 其實他 都把 這個角色的特徵 都放在這隻錶上 不是太過特額 例如有些 這隻Omega 007 可能他就 把那個007 放在錶面上 或者在秒針上 可能 大家未必會覺得他 或者覺得他太過特額 例如這隻錶 他都很 subtle 例如 他這裡有幾個字 在九時的位置 如果熟悉街霸的朋友 或者知道Ryu的形象 大概都知道 這個就是他的手套 紅色手套上的字樣 其實這四個字 在錶帶上都會看到 沒錯 就是 楓林火山 錶面和錶帶 都 首尾呼應 而且錶面 不只是白色 它是有點texture 錶面 其實他也 也是呼應 Ryu的道泡 質料 所以 錶面和錶帶 其實也是 呼應 Ryu的形象 他的衣服 至於這個單向旋轉外圈 就做了一些舊化的效果 他也是有一個 好像潛水外圈 20分鐘黑度是黑色 其他就是紅色 做了舊化 好像他練拳的時候 打到一些 殘殘的樣子 其實你想回 Ryu的那件衣服 其實也是有點懶懶的 我覺得 挺有特色的 就不用全身 Ceramics 紋紋的 因為它是 訓練有數 狗力滄桑 打遍天下 所以 Bezil 也做到這個 舊化的效果 講開 Seiko Fight 和Street Fighter 其實我覺得 挺配合的 首先兩者都是日本的產品 Seiko 和Street Fighter 和Street F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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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點像 超人的Logo Street Fighter V 其實它和這隻合作 Street Fighter 也是Street Fighter V 即是第五代 其實它真的呼應得不錯 這個Seiko Seiko Seiko 它的標關在四時位置 玩開 Seiko的朋友都知道 它還有 這個 Date Date 功能 或者可以試試 它也有停秒的 拔出一格 順時針 就可以調教 星期 Tuesday 又有羅馬數字 Wednesday 今天是星期三 Wednesday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就轉了顏色 而星期日更加開心 是紅色 對 一看到這個紅色 即是星期日 真的很開心 逆時針 就可以調教 日期 例如23號 操作 操作 也很容易 這隻手錶的 Diameter 是42.5mm 其實也是 失蹤 以這隻 潛水錶設計的手錶來說 至於它的手錶的打磨 我覺得也是 Polish 也是 另臉 沒有很高級手錶 不同種類的打磨 交錯 但算了 還是那一句 價錢 也不應該要求這麼高 打磨 也不太特別 它做了透底的設計 其實在錶底這個位置 就有限量的數目 這隻錶的限量 每一款 它有六個款式 每一款的限量 就是9999 如果你問我 9999 算不算是限量 我之前也介紹過的 那些錶是 可能50隻 49隻 或者更少 一萬隻 就不算是限量 不過當然 我記得 Omega的 詹斯邦 好像不知道哪一隻 Aquaterra 還是哪一隻 可能是一萬多 那便更厲害 這隻也算少一點 它做了透底的設計 它的機心就是 SEIKO 4R36 有手上鏈的功能 有40小時的動力儲備 打磨 打磨 打磨也是欠奉的 都是很 Utilitarian 很industrial 其實我 如果沒有打磨 就最好不要做透底 就是 你做 密封了底蓋 然後上面 雕刻 角色 很型的姿勢 這樣便更好 對不對 它做透底 不過 在底部 就看見 它有 Street Fighter V 這個 標誌 所以它遮瑕一下 其實你也不是真的看到機身 看得很清楚 你也可以說是一個好處 它也有寫到 SEIKO 還有 角色Ryu 這樣 如果你問我 寧願它有密封底蓋 但是 也沒有什麼所謂 正如我經常說 它也遮瑕七八八 其實也沒有大分別 因為我本身的錶 真的沒有什麼白色錶帶 白色錶面當然很多 但白色錶帶真的沒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 這隻就可能 配合到我現在的 手錶所沒有的東西 42.5mm 戴上手 我真的覺得 其實你去街 Casual 甚至是 上班 如果不用太實際 的情況 其實都可以帶到這隻 但其他那幾款 就真的 不太確定 我真的 春麗也可能可以 但其他 Blanca 或者 君佬那些 真的不可以 真的Casual 所以我今天 都很高興 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隻 SEIKO 5 Street Fighter Ryu 的Edition 我經常覺得 就是 儲錶 千萬不要只 框死了自己 或只可以買 某一個牌子的錶 或者某一種類的錶 當然 凡事都有例外 可能有些朋友 很想集中資源 只是儲存潛水錶 或者儲存 可能 Pilot's Watch 或者某一個牌子 當然是有例外 不過 我個人覺得 其實 我自己喜歡 就是 手錶 Horology 我喜歡的 不是說 某一個牌子 不一定要有某一個牌子 或者 我一定要是 保值 好保值 或者炒的 我才喜歡 我覺得不是這樣 如果是 我喜歡 投資多於 真的喜歡 中錶的世界 好 今天的分享到此 希望可以繼續 以標會友 Watch for more watches 好